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错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政府就是你今天要知道生了什么病 然后要用什么药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媒体的问题是来自于过度竞争 不是来自于垄断 结果你今天反而就说你今天病症没有抓到 然后又随便乱下药 结果你限制了媒体的发展 其实我觉得我认为一个媒体的品质就是一个社会的品质 如果媒体的品质没有办法提高的话 你的政策品质就没有办法提高 所以现在NCD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不过就是迎合一些民贷 或者迎合在野党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例 这样的条例事实上不只是扼杀媒体 我认为也会扼杀了我们这个国家政策品质 中老师 他很不算是怕捏造新闻或者扭曲新闻 一定要大媒体才能够捏造吗 这一次的事件 便当事件 小媒体都可以啊 所以应该是制定罚则在这一块 然后让媒体能够在某种程度大到可以有竞争力 香楼 我们现在一个是数位化 数位化未来家里面的cable 明年开始都是一千台的规格 不是像一百台多台 明年开始